有著數百年傳統的盆災 被稱為火藝術或微型宇宙 在這小小的盆中 創造出的自然景觀 能讓人感受到生命之哲學 祁鈺縣大公 為來自世界各地的盆災愛好者 提供了盆災之旅 在這瓶子上 全是死的石頭 正在山上上 尋屍橫的碎 雖然很漂亮 但在森林的森林有很多森林有很多森林有很多森林的森林 非常有趣,非常漂亮 也就是在森林的森林的森林 如果你看到森林的森林 有些森林的森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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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有趣 特有些森林的森林 特有些森林的森林 從正面觀賞 是森林盛賞的法則 森林的角度和平衡 枝幹粗細 都調整到從正面觀賞時 最漂亮的狀態 現在還有面向海外的森林學校 一共更多人學習盆栽 想要稍稍舒緩下情緒 這裡是首選 在這裡還能品嘗到何時便當 煙心腔魚蓋飯等美食 並享用日本酒和特製飲料 休息日不如來盆栽村玩味盆栽 體驗日本之美 小禮林 保佑 住在此 霍 積楠 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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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